看它在主幹的樹深,非常用力,加褶色,起碼加了兩次。 這裡樹幹好像已經淹沒掉了,但它仍舊加褶,隱約間還是有些作用。 用花青顯出山路,又多出一層美感。 在整個構圖的過程來說,它畫了主峰以後,又從事下面及右山的經營, 使其跟主峰發生關係,是極費思考的。 當然,它事先已經有了斟酌,成竹在胸,落筆就比較輕鬆了。 它開始用花青上色,連白雲都染了色調。 這點,有人一定覺得很奇怪,雲霧為什麼要上花青呢? 假如有遊山的經驗,就可以知道,雲有深淺。 雲能反射五光十色,當地的林木、山石,都能借以呈現鮮明的色彩。 它這裡用的很巧妙,上了花青,仍舊能讓白的雲氣透現出來。 雲能反射五光十色,雲能反射五光十色。 雲能反射五光十色。 最重要的,還是它對左下方的經營。 它現在,正在用全力去下功夫突然。 雲能反射五光十色。 剛才,有幾點水渍滴下來。 現在用清水,再把它浸潤刷開。 在這裡,它也是很用心的。 從樹下,只看到陰暗的一面。 這種情形,有沒有呢? 凡是到深山裡去過的人,都會有這種感覺的吧。 水扁子又滴下來了。 再把它抹開。 主要的,就是不讓這些點子,在畫面上變成污漬,把原來的畫紙丧失。 它的右下方,原來是空景。 現在,它把坡下,再引出一點淡的花青。 關於雲的景象,它處理得很好。 山雲的關係,也處理得很恰當。 山的深淺,也表現得宜。 它預備在山轉角的地方,加幾棵樹吧。 不錯,這也是一個交代。 因為山轉了彎,那邊山地上難道沒有樹嗎? 或山前也沒有樹嗎? 現在加幾棵樹,正可以顯示出山裡草木茂盛的氣象。 清,浸潤右邊山頭,可能準備上其他顏色。 因為在上色以前,假如不將它浸潤,則顏色上去以後,就會顯得很生硬而不柔和。 它在調石綠。 它用綠,通常都很重。 中國綠,有頭綠,二綠,三綠。 它可能是頭綠同二綠調和的。 上石綠跟潑墨一樣,先讓它眼筆尖,自然地流下去。 不過,這也不是隨便的,事先還是要有構想。 這部分一定是山裡樹木最濃密的地方。 因為用不著一顆一顆的畫,所以才用潑墨法來顯示。 滴石青在四周,是要把石綠更加秤出。 石青也不是滴上去就算了,照樣要把它引開。 深淺濃淡之間,就靠筆去調和。 這樣,石綠也就有了顯明的層次。 要了解張先生的潑墨山水,只知道潑墨是不夠的。 知道平圖色彩也不行。 需要知道潑色。 像石綠潑上去以後,看它怎麼處理,才是重要的關鍵。 另一個風頭的滴法,技巧和意義沒有兩樣。 也就是說,低綠的部分是鮮嫩的樹叢。 這裡,它要好好處理,必須引伸到像樹叢的樣子,才不致呆滯。 現在,它在這裡仍舊依照以前的處理方法。 鮮上花青。 等到花青把紙浸潤以後,再加石綠。 用筆加以塗抹,使得淡綠和花青相連接,顯示出深淺融繪的情趣。 又能看出,中間有種水潤的韻味。 這完全是張先生的精湛技巧,也是極懸傲的色彩。 綠是石綠,是純粹石頭裏的綠,處理上倒不十分困難。 它仔細處理這個山頭,而且把石綠,淺淺地劃到原來石綠的四周去。 主要是讓原來的石綠不至於僵。 它現在用破法,把原來比上石綠的部分破掉。 用淡淡的石綠染這一面。 染過之後,不一定要去掉石綠,就比上那一點點石綠的趣味。 順勢再染過去,也可以增加了畫面上磅礡的氣勢。 現在,它用特大號的筆,沾了一些花青,再度塗抹天上的雲。 這是它第二遍上花青於雲上。 大概是要使雲跟山的顏色更為調和, 使雲與山連為一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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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